不仅我要做饭 而且我要当一次吃播 这道菜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有味 整混煎倒倒 开吃 人间美味啊 太好吃了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个小天才 这种味道真的是特别令四川人的我满足 用四川话说不掰了 接着不掰了 我先吃一会儿 Hello大家好 我是芸汐 那今天呢 我要来做饭 对为什么要做饭呢 因为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两段视频 我觉得是非常吸引我的这种 关于美食的视频 他教了两道非常容易 然后且在家里边就可以非常方便做出来的菜肴 所以我决定在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当中 就来复刻这两道菜 然后也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也能够可以在家里边 就是随手的做出这种又健康又好吃的这种佳肴和美味 就是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那种经历 就是在晚上看视频的时候或者说是刷着手机的时候 然后就会经常刷到一些吃播呀 然后一些美食的视频 然后你在那个时间段又没有办法自己去吃 然后就看着别人吃 然后自己就非常的遭罪 对吧 反正我是深受其害 所以说呢今天我决定不仅我要做饭 而且我要当一次吃播 我也想让大家来感受感受这种看我吃饭的感觉 好吗 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吃播 但是吃东西嘛谁都会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视频 这道菜特别的有意思 鸡爪螺丝粉 鸡爪螺丝粉 一看也是那种特别有味 闻上去就觉得已经神魂颠倒的一道菜药 先把鸡爪剪去支架 然后冷水下锅 然后放入料酒葱姜 水煮开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把鸡爪取出来了 油一定要多 让你这个油可以没过鸡爪 然后油温五成的时候 千万不能太烫 然后就可以把鸡爪放进去炸了 然后一定是中火炸 炸10分钟 然后就可以把鸡爪捞出来了 这里面又有几个关键词 五成油温下锅 油不能太烫 然后油一定要没过鸡爪这样好炸 然后鸡爪全方位的受热 其次的话就是一定是中火炸 这个火炸的时候不能太大 不然也会焦掉 对吧这几个关键词 其次的话鸡爪捞出来之后 一定要用热水把它浸泡30分钟 凉水就不行了 先锅里放油 然后放葱酱蒜炒香 然后放提鲜豆瓣 然后再放干辣椒 然后炒吧炒吧炒吧炒香了之后 然后就放入我们的主角鸡爪 放入主角鸡爪之后 然后再翻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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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有香味以及鸡爪变色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加水 加水然后让这个水没过鸡爪 好香啊 然后在里边放上生抽老抽 然后料酒和白糖 小火煮半个小时 一定记住是小火煮半个小时 好然后煮完了之后 这个手鸡爪就已经非常入味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放上螺丝粉 再煮十分钟 炒个蛋 先点盘炒 煮完十分钟之后 然后盖子一打开 这个时候一定是香气 然后再把阿博士的其他的调料 把酱包啊 然后什么酸笋啊 然后酸豆角啊 耳片啊其他所有的调料 给放在锅里边 然后把它搅拌一会儿 然后一道美味的鸡爪 螺丝粉就做好了 怎么样 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启了吃播模式 虽然没有做过吃播 但是吃东西谁都会是吧 那就开始吃吧 哇 这个肠也是 你看它稍微有点焦 真的好好吃 来一口鲜蛋 哈 来一口鲜蛋哈 来一口粉 又酸又辣又香 真的是 太入味了 太入味了 太好吃了 很酸又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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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龙虾尾火戒面 一听上去就是火爆爆的 先放入一些些油 然后放入葱姜蒜炒香 炒香了之后放入皮线豆瓣 干辣椒段 圆葱 然后再放入龙虾尾 炒香了之后放入火鸡面 然后放入刚刚我们调好的这个酱料 然后就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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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出锅了 就是一道相当美味的龙虾尾火鸡面 好作为一个吃播呢我当然是要拍我的龙虾尾火鸡面 的尾火鸡面咯 哇 开吃 哇真的是 已经 我刚才在做的时候所有人都被这个屋子里面的香气所已经已经迷得神魂颠倒了 我自个儿也不例外 还有那种炒面的劲道 然后又有火鸡面的那种火爆的辣味 然后还有这个小龙虾的这种香味 哇塞 先吃个小龙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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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人间美味啊 哇 哇 哇太好吃了 我的天哪 我真的是个小天才 哇 哇 哇 这个味道 又辣又香 这种味道真的是特别令四川人满足 作为一个四川人的我满足 真的太好吃了 哇 真的是 用四川话说的不掰了 尖子不掰了 哇太好吃了 我的妈呀 哇 好 请忽略我的吃相 那我先吃一会 哇 贼啦 贼爽 那我今天要做的两道菜 其实都是属于那种 做法非常方便 大家平时在家里边其实真的可以 自己尝试的去做一做 又简单又美味又健康 真的 我觉得 比外卖要好吃多了 特别是爱吃辣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道 龙虾为火今天 这一期我肯定不会那么快就透露给你 记得 一见三连 下一期告诉你 真的太好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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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